古代的中国人 没有不知道教育重要 尤其是家庭教育 叫什么呢 叫人发芽信德 人心本善 三字经上第一句话 人知初心本善 如何把这个本善的心得 在人一生当中能保持 不失去 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 所以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也就是人不能不知道自爱 自爱 爱什么呢 爱自己的本善 这叫真真自爱 那本善是什么呢 父子是亲 父子有亲 那个亲爱 那是本善 君臣有义 那个义是本善 夫妇有别 别是本善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本善 现在没有了 父子没有亲 君臣没有义 夫妇没有别 长幼没有婿 朋友没有婿 朋友不讲性 这就是 这就是不自爱 你本性里面的善德了 你统统丢掉了 这叫五能 第二个是五常 五常是本善 仁义离之音 现在把离丢掉了 不离 不义 不忍 不知 也不信 这五常没有了 于是 四为八德 也自然 消失了 这些 就是古圣仙仙所讲的 本善 八德有两个说法 我们如果讲四为八德了 那就完整 就全包了 四为是离一连耻 八德是 孝提忠信 仁爱和平 唯有自爱 他才知道爱人 知道爱人的人 他才知道爱家 爱族 爱家族 爱乡 爱国 爱众生 大乘佛法里面 把这爱更扩大了 爱天地万物 这是 圆满的 天冷之落 再过去 如何把这一档大事 做得远远满满的 完全是家教 所以中国人 从小 就十二岁之前 严格的 教育 这叫规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